大家好,这里是Socker Go,我是老K 今天的话跟大家聊一聊Socker Go 2018年度发售的顶级超顶级球鞋Top5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 首先要讲一下这一次的这个评判的逻辑 那么这个榜单呢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呢是由国际排名来完成 排名分别为1,2,3,4,5 积分分别为5,4,3,2,1 那么第二部分呢为K积分 也就是说是老K实战下来之后给每一双鞋做的一个排名 排名也是1到5 积分也是5到1 那么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国际排名 那么这个排名的逻辑呢是比较复杂的 它呢分析了欧洲五大联赛 还有这个非法提供的这个很多很多的数据 那么它的这个组成是非常非常复杂 而且比较繁琐的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结果 那么第五名是猎鹰的18.1 第四名是梅西的18.1 那么第三名呢是传奇七代的球员版 第二名呢是X18.1 第一名呢是刺客顶级低榜版 那么这个国际排名呢代表了国际顶尖球员 他们的选择跟喜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K积分 首先排名第五的是这双暗煞 虽然它的这个射门传球盘带的性能非常的不错 但是高居不下的价格 以及它的这个重代言球星的不给力 导致这双鞋的辨识度不够高 如果草根穿出去呢很有可能造成装逼失败的效果 那么第四名呢是这双Future 超前卫的设计还有它的鞋面构成 让这双鞋呢非常的抢眼 加上它FG AG的这个鞋底的设计 而且近期呢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降的比较厉害 对于草根来说性价比呢也比较高 并且非常适合宽脚 那么第三名 Copa 19.1 在AG的鞋底里面 老K一直认为其实阿迪达斯呢做的还是不错的 钉子小而圆 稳定性能呢非常高 再加上这个非常高级的袋鼠皮 其实Copa 19.1之所以能排到第三呢 还是主要归功于这一次的这个袋鼠皮 确实呢触感极佳 缺点呢就是目前的它的售价还是居高不下 那么排名第二的呢 在老K心中排名第二的也是这双 X18.1 这款世界杯前发布的球鞋呢 可以说是老K的最爱之一 鞋面呢非常的柔软 发力特别干脆 传设的属性呢绝对是上等 而且呢重量呢也很轻 目前市面上的FG版本大概是800到900元 对于草根来说呢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排名第一的呢 就是这双 也是啊应该说也是这双 刺客顶级的低帮版本 那么这双鞋呢之所以深得我心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呢是它加宽的一个鞋型 众所周知呢刺客一直都是这个瘦脚的偏爱 直到这个刺客12呢 它有意的加宽了这个鞋型 使得更多的人呢能享受到刺客带来的这种体验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非常轻量化的鞋身 之前呢老K还一直担心这个分离式的大底还有非常软的中底 会不会给保护性能造成一定的降低 结果事实证明呢老K呢是多虑了 这双鞋呢老K经常穿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磨损也是比较的严重 甚至都已经很脏了 OK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清理 然后呢第三就是它的这个AG PRO大底 其实AG PRO在老K的这个观念里面呢 它就是非常稳定版本的FG 相比市售的FG版本呢 这款大底呢它的稳定性极高 而且更加贴近草根的一个需求 那么第四呢就是刺客旗下的所有球星表现都非常强烟 而且部分配色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合理 大概在900上下 那么这对草根来说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么两项排名综合到一起呢 就是SOCCER GO 2018年度所发售的球鞋排行榜Top5 第一呢仍然是这双刺客 第二呢仍然是这一双X18.1 那么第三呢就要由两双鞋并列获得 它们分别是传奇7代和Qopa的19.1 第四名呢也是有两款球鞋 它们就是FUTURE和梅西的18.1 那么第五名呢也是有两双球鞋来分享 那么分别是暗煞 还有猎鹰的18.1 那么以上就是SOCCER GO 2018年度所发售的 顶级超顶级球鞋排行榜Top5 更多相关的单品测评呢 请大家去参考历史的视频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创不易 别忘了关注点赞留言加分享 老K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